好 開始了 Artist 車友們大家早安 昨天我們介紹的車款是安裝避震器 今天內容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沒有做過直播的分享 來介紹煞車的部分 那煞車的提升其實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改裝多活塞的卡鉗 但是這個費用會稍微比較高 我們現在什麼是改裝多活塞卡鉗 剛好有一台車 這個也是一樣是Toyota的車系 像這個的話是改了 大六 這個是多活塞卡鉗 這個大六這個盤勁高達380mm 所以這個是大六 那當然啦 這個大六的話它的 來臨片的面積 能夠加大得比較多 活塞的數量也加大得比較多 它的自動力道會比較線性 而且 盤勁的話加大的規格更大 那所以它的自動力道的話 當然會比原廠好很多 但是這個的卡鉗的大小啊 會受限到這個鋁圈大小的規格 譬如說今天要裝的Artist 他是裝17吋 17吋的話 我們 如果多塞卡鉗的話 大概就能夠做到 中六或者是小六 盤勁的話就只能配到330上下 所以會因為 這個鋁圈的大小 限制住這個盤勁的大小 那什麼叫盤勁的大小 我們再回到 原廠的一個 剎車的部分 像這個是原廠的 Artist原廠的剎車 原廠的剎車 它是一個單活塞的部分 所以它的 盤勁會做得比較小一點點 像這個的話剛剛我們有實量一下 這個是大概 275mm 這個盤 煞車碟盤的外徑是275mm 那為什麼要把它加大 因為盤勁加大之後它的力矩 加大 所以它的自動力道 相對的就會變得比較好 那這個 只有換一個盤的方式是 讓它力矩加大一個比較簡易的一個升級煞車的方式 那除了 把盤勁加大之外 也會把來令片一併提升 因為原廠的來令片的摩擦係數 比較保守 所以我們也會把來令片一併提升 上摩擦係數比較高的一個等級 像這個的話 就是日後要升級的一個 加大的盤勁 這個盤勁的話是325mm到330mm左右 詳細時量的一個距離是328mm左右 所以它的盤勁 已經比原廠的275mm加大很多了 所以當然自動力道就會比較好 那有這種加大點的話 其實它有劃線的 有鑽孔的 其實功能的話都是大同小異的 最主要是盤勁加大 然後來令片的摩擦係數變高 好 那這個在安裝的時候 其實它還是有很多的一個 SOP流程 像是 來 這個盤我先放這裡 你要小心喔 像是這個的 前面的話 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需要做一個除鏽的動作 因為在這個hub上面 這個畢竟是鑄鐵的材質 所以 這個上面會有很多的鏽痕 那我們在用這個 鋼絲輪 稍微拋鏽之後 需要把這個上面 塗附上這個比較高檔的一個 耐高溫的一個防鏽油脂 那塗上這些之後 日後 可能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之後 它因為這個附著度很好 而且耐溫度的話 有辦法承受到1100度 這個是 非常高檔的一個 耐高溫的 高溫油脂 那塗附上去之後 即便用了三年五年 日後跌盤已經磨損到該胎換的程度 也不會有卡死的狀況 那 拋鏽的話除了要做防鏽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這個平面 跟刹車碟盤 有可能因為鏽 而造成不平整的狀況 那拋鏽的動作 也能夠讓這個平面 跟刹車碟盤的平整面 能夠 緊密的貼合 不會有造成不平整的狀況 造成裝上去不平整的狀況 就有可能會造成日後 刹車抖動的情況 所以這個在 安裝 前面的 後面的一個加大碟的時候 這些都是很標準的作業流程 有的可能 大概可能螺絲拆一拆就直接裝上去 但是不行 這些都是應該要有的SOP流程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邊已經裝好了 這個是 原廠的它的卡鉗是鎖在這裡 那它會藉由一個 轉接座的形式 把它延伸出來之後 這個就是轉接座 而且這個轉接座是 鎖附上去之後 然後原廠的一個卡鉗 卡鉗的話在鎖在這個本體 那這裡有一些滑動箱 滑動箱的話 該作業的一個 該潤滑的 拆下來該潤滑的油脂 這些動作 都缺一不可 這個延伸出來之後 它的力矩 就變大了 所以它的盤徑就能夠加大 那除了煞車改了之後 除了煞車的自動力道會變好 還有一個 就是狀況就是 來我們再回到鏡頭 再回到這邊好了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盤徑 後方的盤徑它本來就比較小 可是這裡 當你改了 比較大的鋁圈之後 這裡會看起來很空 所以這個鋁圈看起來 裡面的話會看起來很空洞 改了加大碟之後 也會讓它的碟盤 比較能夠塞滿裡面的空間 視覺上看起來就比較飽滿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邊已經裝好的部分 剛剛那一罐是福士L 對對對 這個車友也是內行的 那個就是福士還蠻高檔 那罐幾千塊 那一瓶不便宜 但一般的話不會用到那麼好 用可能用個 耐高溫的油脂就可以了 這個是原廠的 原廠Toyota的 Artis原廠的來臨片 好我們來看一下左前方已經裝好的部分 這個就是它裝好之後它的盤徑 會變大 這個已經變到328mm 詳細的話應該一般都說325 也可能也有人會說330 那其實它的盤徑的話就是 17吋鋁圈塞到緊繃的一個規格 就是這樣 這個的話是 會看到一些油漬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 塗附上去的剛剛 耐高溫的一個油漬 塗附在上面 所以日後啊 這個都不會卡住了 這個非常好的一個油漬 那來臨片的話是裝在這個地方 來臨片裝的時候啊 它原先 後面的話就有一些 算是 防止異音的一個 墊片 這些都要記得要裝上去 還有這個 如果這些小扣具沒有裝上去的話有可能造成 煞車 踩下去的時候它會有一個扣一聲 因為來臨片的話會上下滑動 所以這些 安裝的細節呢都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車友 它是之前好像前幾個禮拜還是上個月吧 忘記 當然這個也是我們KT的產品 但這個不是今天介紹的重點 這個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昨天開直播有介紹過的 這個就是煞車的部分 所以如果車友們 對這些煞車的一些細節 應該最會詢問的應該報價吧 那今天你就直接影片當中報價就好了 像這個17吋的 325的 它的盤進 325的 完工架 加大碟的部分是8000塊 來臨片的部分是2000塊 所以前面的話 兩輪 前面的話就是 1萬塊 那如果一台車份的話 就是2萬塊 所以這個是 裝了之後 它的自動力道 就會好很多的 升級 好OK今天 煞車的介紹比較簡單 直播影片就到這裡了 好拜拜